一塊館就有房屋 啊會可以主管啊 萬一是有主管 沒有一點 有業務他有獨立辦公室 因為會有獨立辦公室就是階級比較高的 階級比較高的叫做業務 他們都會快主管 掛主管 不然的話一般業務就叫做業務專員而已 對啊 所以我過經歷也有管理房屋 他不一定是那個經理 不一定是那個雄公 什麼行業 平常就有啦 他平常有分那個分行經理的 底下那個理專也有分高級 一般的理專是只有做桌子 高級的理專有分 高級理專那個就是所謂消金中交金人員 那種就有辦公室 但是那種辦公室都不大 對 那種辦公室都不大 那種辦公室不大 因為辦公室不大 你可能就復個B內或柯位就可以了 所以一般人就去報 直接復分行經理而已 或高階理官 或是那個主管他自己在別人 或是那個主管他不是公司的 他就代表他自己 我那一天我就給他別人 那就可以了 對 公司行號裡面 如果董事長跟總經理是應該 董事長跟總經理的位置 我跟你講主要在掌控的位置 有時候是總經理制 有些是董事長制 有沒有 你要看是誰 很多董事長都只有化名 而是總經理在處理的 所以你要先處理總經理 總經或是執行 或是執行長 對 如果是董事長 本身是掌權 當然有董事長 如果董事長都不 的話 那兩個如果方位不一樣 它是每一間每一間不 不會方位不一樣 它不是以整個大辦公室 大辦公室就以辦公室的座下來布 這樣有成績 這樣有成績 那人小太子辦公室 他門口 你的辦公室做 對啊門當座下 對門當座下 一樣啊 對 這期永遠是一樣的 永遠一樣的 永遠一樣的 公司 行號 商家 賺錢單位的 可以布定客位 這樣 那家裡只能顧 顧職位嗎 家裡能顧得多了 先天位 後天位 顧職位 生氣方 發展的生氣房 天氣房 還有新家 新家的對角線 所以家宅 如果要顧得的話 你東西要買到 幾個派系一起來用的 對不對 所以家裡能顧得多了 對不對 比如說我 我要顧財 我家裡要顧財 而且我要多方財 然後大門斜對角 賣個地方 朋友破掉 好 先顧一個 行家的財 接下來 八財法的生氣方 顧個財 龍門八局的庫次位 顧個財 然後後天水位 再顧個財 以及四個財 三元全公的八白位 再顧個財 你主問什麼 我會說 我會說什麼 老師可是熱紅 我有發現過 那個奇門盤看下去都是私愛 奇門盤看下去都是私愛 對於我的法奇門來講 是連管他都不用管他 我跟你講 法奇門本來就沒有處理私愛 本來都沒有處理私愛 為什麼我教你們的時候也有處理私愛 因為黃老師說 他們懸疑盤的私愛很看得很重 所以希望套進來 我才把他套進去 因為法奇門根本跟私愛有關係 法奇門是怎樣 我要補給我管你什麼 直接就顧一個來管你私愛 所以法的東西是直接就對當的 對打的那種 那因為說你們學音盤的時候 你們被人家的老師恐嚇了 恐嚇太嚴重說私愛的 無處理會嚇死對不對 所以變成私愛的嚴重 事實上你們都被補導了 是 因為你說看楊宅老師這樣附 那你只要騎門一開下去 全部斷捨泥清得乾乾淨淨淨 比方說以坎宅來講坎宅的地方就是鬼入墓了 就是鬼入墓了 就是指輔跟鬼入墓 鬼水啊 魚缸多了多了多了 你如果說用奇門盾甲來開盤 來盾的話 哪一個盤開出來沒有施害的 是啊 哪一個沒事 那我就跟你說 你如果要用奇門盾甲你都要補了 很早 沒有事 對啊 很早 你就要補了嘛 對嘛 你都要搓在一起就好了 所以我跟你講 你如果說學的是哪一派的 哪一派的 因為台灣都是哪一派的為主 你如果學完之後 你給誰要補了 你要補了 就像他等 對啊 他等就好了 我跟你講 法七門從來不把施愛看在眼底 所以你們有學法七門的施愛 我在講前面施愛 兩題兩三題都帶過去了 重點是在法七門的第三章跟第五章 第三章就是我們在布求財求官求文昌 求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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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疑病 那第三章一大堆那個叫很久 還有第五章是三向七門 施愛在法七門裡面本來是沒有的 是黃老師說一盤子 大家都學一盤子 你不處理一下施愛 你認為人家會認為說 老師在教怎麼都 可以把施愛放在裡面 會覺得這個老師教得怪怪的 真叫我拚命拚命 真正法七門跟施愛一點關係都沒有 法七門是不把施愛看在眼裡的 當然一般多一種人說 施愛沒有俗氣 你會瘋瘋 對啊 所以你就是用不教他 我教你法七門跟高雄 就把施愛套進來教 我教他做難題 施愛跟法七門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你說教法七門的時候 是可以不要教施愛的人 對啊 是因為你們都學了被人家灌輸的時候 施愛特別嚴重 沒處理會挑戰他 老師我沒有 我是很冷靜的 就是你 你還很冷靜 你一直說 他是我問的問題 你會這樣回答 但是如果是不教七門老師 我就被他騷死了 你現在都會這樣 所以我要講真的 可是那個施愛的人 來 我問你 教七門的老師現在全台我敢錄下來 給他們看都沒關係 全台灣人教一盤的七門 哪一個說用施愛跟我對戰的 我直接就給他趴他 他們規法七門啊 對不對 這規法七門 他就把施愛拿來當成保債用 你施愛 施愛再大都只是房子裡面的施愛 對不對 外面的一隻壁刀都殺死你了 都比施愛大 一隻壁刀眾生五十米 高度二十幾層都高 有沒有比施愛嚴重 絕對嚴重 裡面的施愛 再小一個 降音就這麼大 那個東西的施愛 比如說那邊不小心放了一隻雞 這怎麼是施愛 自家鏡子 你跟外面的壁刀還比 你看 法七門 壁刀直接都處理掉 來看你施愛 這樣聽不 這叫大小比例原則 你們講的施愛就是屋子裡面的 裡面的那施愛 那麼小的東西而已 對不對 對不對 對啊 那你怎麼跟外面的壁刀比 拆核什麼的 對啊 拆核什麼的 對啊 拆核什麼的 所以實在的 屋子裡面的施愛再大 也不過一個 座位置那麼大 一個那麼大 我問你 屋外的那一隻 電塔 一電塔 大概就高度 五層樓高 寬度大概就兩個 兩個屋子寬 來跟裡面的施愛 哪一個大屋借強 我問你 法七門都處理這麼大的 誰看在施害 聽不懂 所以你們都被誤導了 這隻小東西更給他施害 你也要看他死 我問這問題是在 幫你拱換反正 所以我們一直在講 風水的東西 有形無形的 都是大跟小的問題 為什麼說一間房子 你的房子在這個地方 你的房子在這個地方 這是你的房子 門開在這裡 這裡有兩棟大樓 這樣大樓 這個一個是十五層高 一個是二十層高 你的房子 你的房子是一個 比如說五樓透天 這兩隻前進點叫做天斬煞 對不對 這個很兇 你施愛跟這個什麼 再重點 天斬煞 如果這兩隻又再細一點的話 是不是更危險 是不是更危險 怎麼會細一點 這兩個大樓更窄 中間就更危險 對 我一直在講 你們有沒有去過花蓮 看過大理石工廠 他在切大理石用什麼切 你知道嗎 用水刀 你知道那大理石多大塊 你知道嗎 一個大理石大概有三米 三米高那麼大 一個大理石深度 高度三米高 然後深度大概有五三 那一顆大理石大概 三千三三百噸重 一顆大理石三百噸重 要把它切成一塊 一塊這麼厚的大理石石板 用什麼切 用水來切 水怎麼能切這麼大塊的大理石 不好意思 就是他把它壓得很窄 壓得很窄 就像這樣子 所以為什麼說 我們一直講都是物理學 這個氣 這邊的氣過來 這邊的氣過來 這麼寬的氣 切進來 我傷得比較輕 傷得比較輕 越窄越窄 氣切進來 殺傷力越重 是因為 這外面的氣 外面的氣來到這裡 變成幾層很窄之後 切進來 力量 速度快 然後力量大 跟河流一樣 我這麼大的河流一直流 流到這裡來了之後 變窄 這裡一定很湍急 而且湍急 流速又快 為什麼 雖然不會最健在你家 所以這裡是最危險的地方 就是一樣 快又急 所以 拉拉越像我拉幫我抓一條 一定要到寬的地方 才找得到實力 今天的新聞就是這樣子 對不對 泡湯的 這個跟這個一樣 所以我們風水講的 都是屬於氣場原理 而 我再來講 這兩棟在這個地方 他的氣切進來 我只要超過 我講白一點 一個是15 一個是20樓 我這個是5樓 只要超過30米以上 這個氣 殺傷力就減弱 因為他這裡30米 他的氣來到這裡 他還沒得數 所以我的大樓跟 我的這一棟 跟這兩棟的距離 超過30米 你的體來看 加殺傷根就低 但是如果他這兩棟是很窄喔 很窄 他的氣流會快 快而且橫嘛 快又橫 所以說我變成說 這個這麼窄的氣 力道會又快又很強 我變成說同樣15樓 20樓 我同樣5樓 因為他比較窄 所以我至少要距離再多一倍 50米至60米 這個我的殺傷力才會比較輕 這個叫做怎樣 這個叫做距離大小遠近的 我一直講 風水講的就是距離大小遠近 他講的就是物理學氣場 所以你看越窄 我要離他越遠 殺傷力才會越低 一樣的道理 那為什麼說 為什麼說 那個什麼 路衝三樓高以上都比較不會 因為路衝的 其實從路來的 爬到上面去的 就慢慢往天空上掉了 所以三樓一到 你殺傷力怎麼甩 是這樣 所以這個講的都是風水 現在有哪一個老師講的 是秦家 那我怎麼這樣講 絕對沒有 你外面去學校 沒有 你這樣講 因為這叫經驗堂 我們講的都是經驗堂 他一定有他的遠近距離高低 所以你在講四樓 那個跟外面的這個大樓 比那個大樓 小樓見大樓 對不對 我們法紀人都是對這個大的 我不會針對那小共機來處理 沒有意義 哪一條 是啊 他那個有的像香港的或一些企業大樓 國際的企業大樓 總部都設在高樓層 那他服務館或CDO都會設在高樓層 你覺得說這樣比我們還好 你覺得這樣的影響這好嗎 高樓層叫做高高在上可以聚高低下 但是不聚財 所以你知道高是怎樣 高是怎樣 那個叫做怎樣 人儲高出不勝盤 所以那種久而久之的話 他會變成說在行財上就會不勝 或者是說他會公司的人事會常常會有變 那不會 那主要的話 因為其他的樓層 其他的那些辦公室都還在低樓層 只有他比較高就不會 如果他是整個辦公室都在高樓層 他就危險了 所以他的辦公室如果設在高樓層 他又喜歡在高樓層 對 因為高樓層氣散 旁邊沒有什麼大樓可以去氣 哪就散 所以那邊的主管 CEO或者這些老闆都喜歡 是總部設在這個地方 總部設在這個地方 如果他是在頂樓 而其他的辦公室是在樓下 那就比較沒關係 辦公室是在樓下的樓下 對啊 他在頂樓是因為他是大主管 他可以聚高低下 但是那一種到最後的人都會不高 比較高 就變成更人家妙得 不是說因為他這個位置容易不穩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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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部分是個人的行為問題 站得比較多 跟樓高的力沒有絕對關係 對 香港的如果 這裡常去香港的話 你會看 匯豐大樓 還有中國銀行大樓 中國工商大樓 他上面有做一些對戰的 對戰的 有做砲台 有做什麼 你們去看 那兩個大樓要稍微 這應該連總督 香港最後一個總督做到北港的路 因為那個彭丁鋼在做的時候 還有其中不知道哪一個總督做到一張騎鋼 做到騎鋼之後才會換上去 你鋼鋼做五個鋼鋼 香港之後 就是那個 是因為那個靠台坐上來的時候 直接對著那個總督 那個香港那個風水老師講的一大片 因為兩個大樓在動 因為兩個大樓在動 好 斧掛 斧掛水是可以做輔助用的 輔助用的但不絕對 都可以 音量可能都可以 對 龍門八體八個掛位 扣除座山千天後天 天節暗節 賓客 剩餘還有一個位置 坐東朝西 坐西朝東 坐北朝南 坐南朝 八個位置 你把它說 比如說我坐東朝西的 七個掛位都排好了 一個先天位 一個後天位 一個部隊全部排好 這下空的那個位置就是 腐掛位 要聽懂嗎 他的意思是這樣子 聖女的位置 又稱為 閒掛位 水以來不移出 鼠掛位來朝堂 舉掛天 再有褲子會生出 大法 意思就是說 比如說 我的褲子會是坐在這個地方 比如說我這裡是房子 褲子會坐在這個地方 然後水從腐掛位進來 水從腐掛位來注入褲子位 這樣的話大發來 是這樣 所以說一般來講 褲子會做的時候 水從腐掛位來是可以的 腐掛位來朝 注入褲子位 我如果做一個褲子位 然後我做一個褲子位 水從腐掛位進入 這裡做了一條魚 做了一條魚在這裡 從腐掛位這裡吐水 這樣子 你就是在做個魚池 魚掛位這樣 沒有 褲子會做魚掛 褲子會做魚掛 褲子會做魚池 然後魚池去出水 出水你做一個龍頭出水 就做一個魚吐水 那吐水的那個位置 就是腐掛位的位置 叫做水 腐掛位出水 然後注入褲子位 放蟲子 是這樣 那一般我不見得會做 我會從腐掛位出水 我會從後天位出水 我有可能不從腐掛位 不從腐掛位裡注水進來 我有可能會從後天位 後天位注水進來 腐掛位跟後天位的財 我會用後天位的財 因為後天位的財 比較持久 他懂了吧 因為腐掛位就是鹹掛位 他是剩下的 那後天水位就是本身本 所以我如果腐掛在這個地方 我會從後天位進水 後天位進水 然後從巴掛的胸方出水 然後排到水溝 因為這個甲山水 一定有進水有出水 是這樣子 那如果做行軟水也是這樣 做行軟水在後天位注入水 然後從巴掛的胸方出水之後 都不想回收 回收完一樣這樣子 所以光一個褲子位就能講很多 比如說今天這個地方是一個Costco 有沒有大賣場 Costco大賣場 然後這裡它的外圍有一塊很大片的土地 比如說這裡Costco是在這裡 好 它的房子 我用比較簡單來解釋一下 它門開在大門開在這裡 它的門很大 它的門很大 卡尾里來的腦進來 它是背頭做什麼 比如說做北朝南的 它的褲子是不是在坤方 重點來了 它這裡有揮畫是第一停車場 這裡後面還有做了一個第二停車場 比如說它有規劃要做停車場 這裡又有個第三停車場 因為它車位要做多一點 要重點來了 它只是說它這裡要做個第三停車場 這裡做個第一停車場 這裡做個第二停車場 好